哇 廉政委员现在压力好大 再两个月就要把事情解决掉 我们来看看 但是现在只有冰山一角 可彼此姐也输了 这后面的冰山还更大呢 那要怎么解决呢 到目前为止最棘手的案子 他说是日盛生 有争议的每核式案只是冰山一角 后面的冰山才大 他指引为什么台北市联合工程 都是包给日盛生 后面还有一大堆未爆弹 都还没有处理呢 而谈到远雄是不是很难搞 这里就讲到了 他说跟远雄议约才刚开始 他笑说不要被秃毛狗给骗了 不过随后又改口说 不是秃毛狗啦 是狮子啦 像是公务局长彭震生被问到 为什么过去好师傅 议约九次都没有用呢 因为远雄开完会都不确认同意 他每次开完会就不确认同意 所以这谈了不是等于白谈吗 这等于就是说 整个议约根本就没有完成 那再谈到这些 大财团的这些领导人的风格的时候 他说郭台铭有豪气 他说蔡明忠兄弟是读书人 接下来还谈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日盛最大问题不是美和事案 为什么台北市 据运机的工程都要包给他 那个联合开发都包给他 这才是问题嘛 我们现在只看到冰山这一角 下面那个还 你从日盛 你从美和事案交久 再一路问一下 奇怪什么都是这家得标呢 美和事案 美和事案只是冰山 自己想让你看到 后面那个下面那个冰山才大呢 为什么呢 好问题 就不要问了 为什么都是他 最后还是要问你啊 为什么都是他得标 我很想问 奇怪 为什么好像天下无人都是他得标 那你觉得男在哪里 要幹什麼 好 比賽開始 哇 壓力很大吧 青黃 對 而且我剛剛聽到兩個月的時候 我就更傻眼了 因為我記得那天在開會的時候 記得好像聽到是三個月的時間 會議紀錄應該調出來看一下 因為那些文件真的很多 你光是要在三個月裡面 把這些文件都解讀完 光是要調文件這件事情 其實是稍微很困難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概下禮拜的時候 就會調出第一批文件 反正現在還可以講 因為我還沒看到文件 那看到文件之後 當然就開始要封口這樣 那只是說那些文件 包括會議紀錄還有內簽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請他去調 那調出來那些東西要判讀 其實大概又需要一些時間 然後最重要是還要在檢視裡面的 一些相關的法律的條文的部分 然後在這邊 我要跟各位再報告一下 其實有一個案子 因為他還沒有列進去 所以我趁今天在節目上趕快講 講什麼案子 因為列進去之後又不能講了 那是什麼案子呢 其實我們本來在歸 就是那一天柯P也有點到一個案子 就是當初台北銀行 怎麼被賣給富邦銀行這個案子 因為什麼 因為整個台北銀行 當初市值高達255億嘛 255億之外 他還有一大堆的不動產 這麼大的資產 那他送給那個 不能說送給 反正就是他兩邊併購了之後 然後市政府只換到兩席 董事的席次而已 那這兩席董事的席次 其實你知道很奇怪 他那個富邦銀行的股份 是市政府的一倍 但是他董事席次卻是 他董事的席次是市政府的四倍 他擁有席次是這麼的多 所以他有絕對的主導權 那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一般來說我們在併購的時候 比如說A跟B要併 A公司跟B公司要併購的時候 資產一定是怎樣 用市價來算對不對 我們一定用市價算嘛 那但是很奇怪 台北銀行在讓富邦去併購的時候 他的土地資產 竟然是用原始購入價格來計算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假使我現在一棟市價 八億的建築物 可是當年我可能是只花一億 甚至幾千萬買 因為肯定過六十幾年 那時候很古老對不對 那這建築竟竟然是用 他在合併的時候 竟然是用當初原始 那幾千萬的價格去讓富邦銀行 去跟他做所謂的換股 做併購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就是 這是讓各位去看 白米換番薯 賣銀行只換到什麼 兩席董事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北銀的大樓 北銀的大樓 在當初北銀自己七十二年買進來的時候 土地一坪也不過才七萬塊而已 可是呢 在九十年在談 他們兩邊在談購併的時候 他的市值已經跑到了一坪是 一平方公尺是二十三萬 等於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大概三倍多 漲了三倍多 而且這個我現在談的是什麼 這是公告限值 我們一般在賣的時候是市價 市價通常要比這個金額 再高出四五倍以上 所以你看光是公告限值 就高了三倍 為什麼你今天在賣給他的時候 可以用七萬塊 這個價格去做計算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對 清皇 因為這個你知道這個併購 它事實上是一個交易 對 交易的話當然是看限值 去看過去的那個價格 這是完全不合理 因為他算限值富邦 就併不了北銀 因為北銀比他大多了 對 因為北銀的資產 比富邦還多 北銀資產比富邦還要大 因為他光市值就比較大 土地的價值跟那些 怎麼講就是那些門市的 大樓的價值更高 那這邊給各位看 是一個列表 這個列表其實很細 用我來解釋一下 像比如說臺北銀行的股庭分行 股庭分行他是很早 民國六十六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買入了 六十六年買入的價格是才多少錢 他買入的價錢才一百五十六萬而已 結果他當年的公告的限制 已經到了三千萬 也就是說他的市值 可能可以賣到一兩億 一個本來應該用一兩億 去做計算的 這樣的一棟建築物 他最後用多少錢去賣給他 他竟然是用一百五十六萬 這個金額去跟富邦談 談併購 你看這有多不合理 有多扯 然後你再看這個 這個是屬於景美分行 景美分房是在七十六年的時候 這已經比較後面漲上來了 可是你看他當初取得的時候 也才七百四十五萬而已 對不對 他買入價格七百四十五萬 但是當年他們在談的時候 已經跑到了三千一百萬 也就是說他市價也是一兩億 那市價一兩億 結果你竟然讓他用七百多萬 就可以取得這個建物 你看有沒有覺得這很扯 這非常的扯 然後像這個是我覺得 五百九才要去吃魚市 對 這其實讓大家覺得裡面 就是有很多的鬼 我覺得這個重要的是 可能是事後的政治獻金 這才是 這有可能 那我這邊在最後再看一個 這是這個是金額很高的 臺北銀行自己所在的大樓 這個大樓當初他買進來的時候 的金額是兩億 這算比較高的 可是等到他在談的時候 他金額已經高達將近七億了 七億是什麼概念 就告訴你說他到那個時候的市值 因為他地段太精華了 他的市值已經是應該是用三十五億 左右的金額 可是高達三十五億的市值 你竟然是用多少 竟然是用兩億直接讓他取得 請問一下這樣的交易合理嗎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就是很不對等 很不合理的交易 然後當初主導的財政局長 是李肅德 臺北市政府的財政局長是李肅德 然後臺北市長是馬英九 然後那個時候 北銀的董事長是誰 是丁於康 那這整個案子 丁於康在完成了這個合併案了之後 丁於康無縫接軌的就直接到富邦去當常務董事 然後呢 他在臺北銀行當董事長的時候 本來年薪是三四百萬 一轉過去到富邦去當常務董事後 年薪馬上高升到兩千萬 那你想想看這整個過程 會不會很起人疑鬥 檢調不需要去查嗎 這整個過程其實看起來就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臺北市政府 回答給市議員的這個函裡面 你就會看到什麼 當初這個他們在合併的過程中 台北銀行所屬的四十四家分行倉庫 這些房地產 總計他的購入時的價格 你看他購入時的價格 這個金額是多少呢 total高達八十三億 但是這八十三億是被低估後的結果 他不是真實的金額 真實的金額可能是他的五六倍 也就是說大概會有多少呢 大概會有四五百億左右 換言之你想想看 本來應該估到四五百億的資產 備用八十三億的金額 然後就送掉了 那中間臺北市民的損失大概損失多少 至少損失了大概三四百億左右 那你知道這個案子其實是很離譜 就是檢調明明就應該去查 可是很奇怪的是 竟然到現在沒有人去查 然後呢 就在這個就在今天 我在就是其他地方在錄影的時候 今天李慶元議員也爆料 爆料什麼呢 爆料說當初這個案子在談的時候 他那個什麼 這個丁於康 就是臺北銀行的這個董事長 他怎麼樣呢 他跑到因為當初 台北市議會的副議長費洪泰 對這個案子其實曾經一直追打過 那時候很早 那他追打過一陣子的時候 他說丁於康特別跑去拜託費洪泰 對這個案子手下留情 然後他還說什麼呢 他還說如果他可以對這案子手下留情 他願意提供兩千萬的政治獻金 然後兩千萬的政治獻金 然後李慶元是說當初費洪泰的反應 就是直接把這個怎麼講 直接把丁於康轟出去 因為他覺得實在是太離譜了 因為這個案子 明明已經扯到這種程度 應該要送檢調 你丁於康怎麼還有 怎麼可以這樣大拉拉的跑過 費洪泰後來沒有追打這個案子 就突然嘎然而止 因為那時候我在跑議會 所以我非常清楚 他那個態度是前後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所以我不曉得真正原因是什麼 可是我補充一下信王講的 當時為什麼他不做資產重估 因為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當時富邦銀行的總資產 大概頂多一百多億不到兩百億 其他資產並不高 那如果你把做資產重估的話 台北銀行的資產會高於富邦 那合併也沒有問題 可是在董事會分配的席制上 可能台北市政府的官股代表 就會遠大於蔡佳富邦的代表 整個銀行的經營就掌握在 純序銀行就是台北銀行 對 就是台北銀行 因為台北銀行資產比他大 而且他裡面還有很多很詭異的事情 現在在台北市的中校東路跟中山南路口 就是監察院對面有一棟荒廢很久的大樓 以前的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搬走之後 是中正一分局短暫在那邊對不對 其實那塊地 那塊地是現在為什麼荒廢呢 因為後來中正一分局搬到這個公園路那裡 現在搬到公園路那裡 公園路那裡原本是台北銀行的分行 那後來呢 中正一分局跟台北市政府上個簽程說 因為我們這個地太小了不夠用 換地 兩邊換地 結果換地沒多久 那個台北富邦 台北就被 北銀就被富邦病了 所以等於是富邦不費摧灰之力拿到了一塊 現在應該是台北市最精華的一塊地 就是中校東路跟中山南路口 那麼大一片地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沒有開發呢 因為他那裡還是機關用地 到現在沒有辦法變更 所以我覺得 我再講一個秘辛好了 當時柯P當選之後 去年柯P當選之後 去見了李前總統 李前總統只跟他講了一件事 他只跟他講說 我做過市長 我知道市政府有一間銀行 對整個市政建設的資金調度 他有多大的幫助 他搞不懂為什麼馬英九 要把台北銀行賣掉 所以他特別提醒柯文哲說 這個案子有時間的話 應該好好去了解一下 好好去關心一下 我補充一下 這個案子其實廖正錦最有意見 對 那廖正錦他在他第一次選 這個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還公開嗆過馬英九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馬英九人氣王 要在2008年要政黨輪替 所以很多藍營的人 就希望他能夠大局為重 還透過了很多管道 據說連這個桃園縣的 當時的桃園縣長朱立倫 都開始安撫過他 但是我跟大家說 我親口問過朱立倫 那時候他在桃園的時候 問他說 你是財經立委 這個案子怪不怪 他也不否認 他說 他說 我曾經親口跟馬英九說過 因為馬英九打過電話 跟他說 廖正錦對他的批評 會對選情有傷害 但是他說 我曾經親口跟馬英九說過 像這一類的案子 如果中間沒有任何的回扣 那是不符合國際規則的 他只講了這個 接下來還有一個人有意見 這都是事實 金普聰 金普聰那個時候在學校 他說他回到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發現台北銀行 跟了富邦合併之後 怎麼台北銀行不見了 變富邦銀行 也就是純訊銀行 本來是台北銀行 應該那個名字應該叫台北銀行 當時台北銀行的分行 比富邦多好多 對不對 可是居然轉眼一看 變富邦銀行 然後回去看 議會都沒有 不必送議會審核 就交議會被查就是了 這個裡面的 當時他還跟我說 這個好怪 這件事情也應該查 這也是李樹德 李樹德 大巨蛋也是李樹德 101頂星也是李樹德 好奇怪的這個馬英九政府 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那個許委員 講的這些部分 都不是新聞 他現在叫許委員 對 廉政委員 第一個 過去的台北市議員 過去的很多民間團體 也都去告過 不是沒有一聲過檢調 後來他說都不起訴 那你如果從法律面去查 馬英九也不是笨蛋 他這個案子基本上就是說 台北市銀為什麼沒有從股 因為他存在 他沒有動 是他去併富邦 只是你把它併下來以後 我為什麼要從股 因為我又沒有動 他併的時候變富邦銀行 所以他沒有動 但是你併了以後 你怎麼變成 不是台北市政府的 你把整個銀行交給了 這個不合理 這個要查的是說 那你跟富邦 有沒有什麼其他條件的交換 各位還記得嗎 有一次最接近的 富邦的蔡董 在法院的時候 他曾經說的 這個寫在法院的那個 他的筆錄裡面 他說他有捐了一筆錢 五百萬一千五百萬 給馬英九 後來我們就去告他 因為馬英九隱匿這筆政治現金 非法政治現金 收了沒有申報 只是後來的演變 蔡董就 翻了口控 翻共 他說沒有我不記得 我不清楚了 就沒有查下去 但是合理推測就是說 那前面就做偽證 你台北市政府居然 把這樣經濟母就這樣交 你是純續銀行 台北市銀行是存在的 你居然交給財團去 幾乎都交給他了 那這裡面到底 後面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我認為我剛剛提到的 柯文哲政府要善用他現在的力量 因為我們過去打過這些案子 包括現在的這五大案子 我們大巨蛋這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臺北市民進黨的議員都打過 他為什麼那時候打不動呢 跟現在有不一樣 你們的力量在哪裡 第一個 現在媒體 因為柯文哲市長深入去報導 第二個現在有網軍在幫助你們 第三 當年打馬英九打不動 他那時候也是一樣神這個級 那時候也是個神 你根本打不動他 第四個那時候臺北市政務 我們沒有執政 那現在你們在執政了 柯文哲在執政了 所以他可以掌握到更多的一個資料 跟過去已經完全不一樣 過去打不動的 現在應該有很好的機會 所以連政委員 你們有相當的責任 只不過啦 社會各界要定義 你們要自我定義 連政委員能做哪些事情 坦白講現在有很多單位跟你們重疊 政風單位 政風單位能做 那你們做什麼 第一個林政委員 也沒有司法的強制處分權 你又不能約談 扣押 搜索 監聽 你們什麼都不能 那你們能查到什麼樣子 我想你們大概第一個 幫我們把過去查不到的資料 通通翻出來 還記得柯文哲講過一句話嗎 柯文哲說那些資料 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真的啦 過去的前任的好龍斌政府 就是這樣你查不到資料 你們應該先把那些資料查出來 我覺得社會對你們期盼 就是林政委員 希望你們能夠把這些案子禁述的 再一次的 要移送 移送什麼 其實我們的角度 只要是在於說 調卷權 那另外一個是為什麼呢 其實這樣把程序講清楚 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是機密文件 過去的好文件 反正不管什麼文件 他都讓它變成機密 對不對 有很多內線他根本不敢 他根本也不願意給你看 那所以現在變成是 我們去調那些資料的時候 有沒有等於是透過 透過什麼呢 因為是政風去幫我們調 他幫我們調的時候 其實還是尋府內的程序 由柯文單位去做解密的動作 所以讓那些 本來過去見不得光的文件有沒有 才讓他可以 就是怎麼樣 可以公開出來 然後我們去 想辦法去判讀裡面的文件 這樣子 政風幫你們調的話 那個葉書會調很多 少很多 這也是我們在擔心 不只這樣 那個中貨委員這邊 我提供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什麼東西是真的難查到的 我覺得文件還在其次 是那個結構的人脈 那些作手 對 你們要把它找到 但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課文者先去打這些工程 因為這工程很容易看到 那個標的很清楚 所以他為什麼說這兩個月 他如果工程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兩個月裡面 趕快先把它解決掉 我就要舉一個例子 很小的例子 可是呢 你會很難相信 台北市居然有這種事發生 在台北市的首善之都 最有名的國小國中 一直有送禮的事實 那些學生調班還在幹什麼 是一直需要送禮的 而且送禮就是要送寇姐那種包 送禮一直存在 而且存在到 學校啊 對 而且我把它包到出來 送給誰 送給老師 而且非常知名的國小 我還讀過 這樣已經夠清楚 我還讀過 例人小學 因為我只有讀過一個 那是私立的 國立的 國立的 而且是首善的國小 然後呢 人家的國小 我在爆料 我在爆料 我們媒體人 還在半年前的時候 還在選的時候 去找教育局長 然後呢 我和蔡醫師還陪通 這個媒體人 和他太太 去告狀 說 這個事情怎麼會這樣 怎麼他小孩 在某個班裡面 然後所有的 告訴他說 這個事情要解決 就要送禮咧 那這個校長在幹什麼的 這樣的事情 都還存在耶 我們在兩週前 又不是講到警戒嗎 警戒還有什麼事 說一間店收兩百萬 一個台子收三十萬 這種事都還存在 然後呢 說這個 不是有個議員也在這裡講嗎 結果最後說 大概還有幾成的警員 一個月呢 清清菜菜 就是收入幾十萬 這不稀奇 好 這種事如果是一種普遍的 就表示這個 七萬元的公務員裡面 包含老師 這種結構性的犯罪 在台北市很嚴重嘛 送給老師嗎 是啊 老師可以帶這個包上班嗎 我告訴你 這種送禮的事情 從我小學到現在 三十幾年來 那個小學都一直存在 還有那個國中也一直存在 然後打幾下就有差 你知道嗎 以前有打 現在沒有打了 所以改成罰站了 所以這樣的城市的光榮感 怎麼會存在嘛 所以怪不得 柯P說台北人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柯P他先下手 你以為他打這個老虎 很難打是不是 怪不得沒有人拿這個包 因為小舅老師都有 這個包的那個 而且他絕對不要A貨 要真貨 那個包的品牌老闆 應該去抗議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 當城市送賄賂品 不是 他總共好幾種品牌 都有 那個C開頭的 L開頭的都有 他們還不要F開頭的 我記得你是人愛國中的嘛 對 然後我現在剛剛講 國小 人愛國小嘛 端化國小 端化... 你看自己講 我讀過端化國小 我沒說是這所國小 好 那我現在回來說 這樣的情況 不是只有一所國小 一所國中發生 而且是家長都群居的 知道這樣的事情 那我剛剛講說 柯P先從工程下手 是在幹什麼 是在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個事情比較好解決 而且在出手上 馬上會立刻看到收成 但你如果去碰教育 去碰警戒 這種龐大結構性的那個綿綿綿綿綿綿 就是剛才他在接受訪問說的那句話 丁丁塔塔 他說什麼 就是結構性的犯罪嘛 那這個結構性犯罪怎麼去抓 只有靠你們把那些結構都拉出來 靠柯P一個人他一定會洗腎 不是不是不是 這又是另外一件 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這樣講好了 整個連政委會被賦予的責任 跟他的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查幣而已 那這只是調查其實只是一部分 他其實前面有兩個比較重要是什麼 是透明措施 然後跟連政措施 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想想看嘛 就像我們剛才討論的 按照過去的程序 你就是反正這麼多學校收理就是合理 你可以從國小當單位 他就是一個怎麼講 接受賄賂的基礎這樣子 那所以調個位置多少錢 老師多少錢 校長多少錢 所以這個告訴你什麼 就是他裡面其實有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柯P其實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從制度面下手去阻絕掉這些事情 所以他想要公佈 比如說每年公佈所謂的貪腐報告 然後他想要公佈 他想要透過一些措施 從公家機關開始招標開始 是不是要設定某一些門檻 或是設定某一些方式 就像柯P自己說的SOP 透過這些SOP 想辦法把關 然後避免以後再出現這些流弊 那這也是他也希望連政委員會 在未來的一年能夠怎麼樣 去擬定出這些方法 然後讓臺北市接下去按那些標案 可以按照這樣的SOP去做處理 不要他只要認真做 讓大家看到他是認真的 然後一個月一年兩年三年 其實他這個建立起這樣一個真相 真實的一個政治上的牽制的這個文化 其實就會有幫助 他講得滿有道理 我接訪問的時候問他 我跟他講說你的神拜 就里登輝說水清無魚 他說清水養清的魚 濁水養濁的魚 對啊 這樣才公平嘛 因為事實上就是說 在台北很多的這個公立的機構裡面 都有啊 有些亂搞的人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也沒人去這個去處理它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的警戒的什麼這些問題 憑良心講啦 這個16年的馬英九跟郝龍斌的執政 再加上馬英九2008年以後的執政 他的很多的這些人才 全部都是重疊的耶 對 這些重疊的人就是 平常大家就是互相掩護 互相這樣子混日子長大的 那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啊 那其他的縣市 所以我現在還是希望這個新北市的朱立倫 也能夠好好的做 否則的話也很困難的 要來聊一下 因為他剛剛講到日盛盛 是最棘手的嘛 對不對 日盛盛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他對於遠雄 他還有好幾招 那是哪些招 另外還有就是他實在是受不了 因為我們看到姚立民 姚老師跳出來了 他說最後兩個月花了8千萬 這一點也是讓柯P吞不下去的 我們稍後回來 好幾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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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招呼